中国热市财务压力沉重 拖累旗下手机厂酷派 业绩也一落千丈 甚至面临严重亏损 现在被爆料 请不起新人 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了 中国媒体报道 酷派日前在中国各大专院校 大规模招聘300名社会新鲜人 准备添加生力军 但周一酷派却与300人解约 大学毕业生每人赔3000元人民币 硕士每人赔4000元人民币 酷派向社会新鲜人解释说 公司业绩一落千丈 真是一夜崩塌 吓坏所有人 有股票的投资人更胆战心惊 酷派在2016年6月 由热市入主 原本期望热市人提振营运 没想到热市的假神 让酷派越来越头头头 中新闻综合报道